从南越海江激动到北国边陲 海军陆战队官兵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环境中 展开适应性训练 坚毅的品格 顽强的作风 在冰天雪地的北国 海军陆战队官兵如何战胜严寒 寻求新的突破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南国精兵力剑血缘第二期 感知中国力量军事纪实 我们一觉睡醒 窗户上全决病了 跟冰箱的面一样 你们过来的时候 那边穿什么衣服 在那边南边 我们就穿个短袖 穿个外套 上到四十五 上到那边是十七度 然后我们到这儿 年下十七到二十 2015年1月 海军陆战队女兵 从亚洲带的南方驻地出发 通过铁路机动的方式 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 他们将和南兵一起 展开含须适应性训练 以提高在多种地域作战的能力 下面比较冷啊 当然都把那个 那个微博都都腌好了 然后手套戴好 一定要记得把耳朵戴好 要下去猎的时候 女兵们都尽可能地 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 1月的东北滴水成冰 气温已经达到零下二十度 尽管天气异常寒冷 但突然来到寒序的女兵 还没有意识到 真正的冷是个什么滋法 你这第一次看到谁 谁啊 陈琦这最高歌的 陈琦 快点过来 你坐在冰上 好开心 踩到冰上 听说要往这边来 是什么心情 没有别开心 我每天就在唱 快点来自己的 我每天都在补车上 为什么 快什么呢 为什么要来这边 一起来比赛 小心 科目 小心 极限的好训练 给每个班 三分钟时间 除去 联幕 面罩 手套 棉衣棉空 各个 打开 仅仅一天后 海军陆战队官兵 就将展开训练 第一次来到北方 并且说 感到特别开心的陈琦 又进入我们记者的 尽力 又进入我们记者的 尽头 过风浪的拍摄 伸出险境的极限训练 但在严寒 但在严寒中参加训练 还是第一次 身体能否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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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寒的考验 是他们完成 寒具训练任务的基础 而现在 副队长的这个训练方法 很快就让陈琦感到艰难了 因为毕竟真的是第一次 在这么寒冷的条件下训练 然后又要把衣服给脱了 就特别害怕自己坚持不下来 本地气温零下二十度 在这个训练过程中 如果你感觉你难以忍受寒冷 你可以选择退出 突然免疫下来之后 就觉得真的很冷很冷 然后就觉得 自己要不要打个报告啊 什么的 难以忍受的寒冷 让陈琦的脑海里 突然出现了一个 打退堂鼓的闪念 而带兵经验丰富的副队长 已经注意到了陈琦 突然很生气的 然后就用血弄了我的脸 陈琦 刚才违法这个抗寒规定 我主要看见陈琦 在训练过程中 不怎么愿意动 考虑他可能在严寒条件下 他身体比较寒冷 不愿意动 对于一些口令 对于一些动作 都反应比别人慢 在寒冷环境中 如果不活动 身体就不能产生足够的热量 比喻严寒 看着陈琦总是站着不动 副队长立即采取了措施 特别冷 当时在雪地里面打滚的时候 那个雪啊什么的都从袖子跑到我的衣服里面了 当时那个雪弄到皮肤的时候 就是跟挣扎一样 很刺骨 很疼 特别疼 除了身上难受 当着大家的面在雪地滚进 也触通了陈琦的内心 当时被队长罚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特别委屈 特别不开心 特别丢了 心里面有一股不胡说的那种劲 主要的话是 让他在心理上的话 受点刺激 让他自尊性的话 受到一点打击 激发他 克服未来情绪的动力吧 让他在下一步训练中 做得更好 我一定要证明 我接下来一定要做得更好 一定不能再犯错了 停 路边 在雪地里滚进了大约30米之后 陈琦才听到副队长喊停 晕了 没事吧 没啥事吧 没事 哥 路边 是 能不来 不是 能不来 不是 能吗 不是 过来 过来 一字不胡 前进 谁都没有想到 按照副队长的考定 陈琦还得接着力 让他身体大面积接触雪地 身体热量的话散发很快 他要是像身体热起来 他只有更快地动起来 开训的第一天 副队长就把平时练兵的招数用上了 尽管这是在他们完全陌生的 气候有着极大反差的东北地区 天 陈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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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刚才违反什么规定吗 我刚才知道 能不能接受下面的训练 能 海军陆战队是一支实施快速登陆 和担负海岸海岛防洞 或支援任务的两期作战机会 所有的海军陆战队官兵都明白 严酷的训练是作战任务的需要 上午训练快要结束的时候 官兵们迎来一个终极挑战训练课目 冰冷刺骨的血液 女兵们能否坚持 对抗严寒 钢铁般的意志力又是怎样练就 军事纪史正在播出 南国精兵力剑血缘第二期 在零下二十度的气温中 一上步的训练被安排得极多密贯 而接下来官兵们还要接受更严峻的讨厌 下面我们进行今天上午 最后一个终极挑战科目 洗血浴 在洗血浴的过程中 要充分地让血接触身体 用血猛力搓身体 使身体发热 防止冻伤 给各班三分钟时间换衣服 三分钟之后到原地集合 各班打开 没敢想象之前 从来没敢想象 在零下二十度左右的环境下 能把衣服脱得很光榜形式 在那么寒冷的天气以下 然后用血戳身体 没有想过 洗血浴血练 男兵赤裸上身 女兵穿短袖海魂衫 将有盖尽 将有盖尽 将去看 走 开始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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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血插在身上的时候 那种感觉就像被刀割一样 被挣扎一种感觉一样 就是 那种感觉就真的说不出来的 一种感觉 特别特别特别的难受 眼前的训练 让人感到震撼 我们不禁想起一天前 女兵们刚刚来到这点时的样子 下面比较冷啊 把那个微博都噎好了 然后手套戴好 我踩在冰上 好开心 我觉得人的那个潜力还是无穷的 就是很多事情 只要你敢做 只要你想做 就一定能做得到 就一定要有这个意志力去做 这一次洗血浴的时间是十分钟 而我们可以想象 在滴水沉冰的气温中 多待一分钟都会让人难以忍受 那么参加这个训练 官兵们又会不会被冻伤呢 通过适当的训练 增强这个身体的发热 通过这个身体的发热的话 抵抗这个银行 他说能不能 不 我给他考上去 标杆严安 标杆基建 标杆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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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杆基建 叶枪 下午 新的训练课目又开始了 开始 凉准 每组20分钟 在寒区里面的话 身体特别容易僵硬 在射击过程中的话 容易因为这个身体僵硬的话 造成这个 枪声或晃动够大 导致这个托把的现象 为了更加直观的 判断鞠枪的稳定性 每个人的枪上 还放一枚弹壳 只要有轻微的换动 弹壳就会掉 在粒子瞄准过程中 枪壳不允许乱化 保持上姿势 强口不要乱化 然而 长时间保持静止状态 不能通过运动来增加热量 身体很容易被冻僵 在这么冷的环境下 就算是不活动 静态的五分钟的话 轮引会冻僵 何况是我们已经定了十几分钟 而且还要保持那个 鞠枪的姿势 而且还要保证那个 弹壳在那个枪管上不动 原本是一个简单的 巨枪训练 可是因为气温太低 也变得十分困难了 这时的情况 最考验人的意志力 是否坚强 有命同志 弹壳已经掉落 所以当时就是 就想活动一下 稍微动一下手指 因为手指真的动 这样已经麻木了 然后就想动一下手指 没想到蛋壳就弄掉 谁掉了 我给你打报告 不错 只有两名同志 当刻掉落 除陈启 陈福克 邱同志 停 仅仅是动一下手指 陈启 陈启因为子弹可掉 不得不再次面对 这个有些难堪的场面 我感觉就是特别委屈 特别不开心 特别丢人 告诉自己 接下来要做得好一点 要表现好 不能再犯错误了 陈启 陈福克 向后追 双手抱枪 双手抱枪 特别 双手举过特别 前进 在训练的过程中 给他们的一点压力 然后让他们心里有压力 才能更好地产生 这个训练上的动力 让我把那个枪举在头上 然后压子步 走了二十多米 脚也是已经动将了 都没力气了 又走 然后走了走了 感觉好累好累 走不动了 停 陈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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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列轮 接下来 陈启还要进行新一轮的 巨强训练 这一次 他又能不能坚持下来 寒冷是客观存在的 你越想着寒冷的话 可能会感觉越来越冷 你自己心里面想着 大家都能坚持这个严行 不去考虑这个寒冷的因素的话 有可能的话就不会感觉那么冷 因为之前已经站了十几分钟了 已经动 已经动得不行了 但是又要加长训练 然后我就心里想 别人能做到了 我也能做到 而且我能做得比别人更好 这一次 陈启坚持了下来 然而 这只是海军陆战队 开赴东北地区 展开寒区 适应性训练的开始 接下来 这些女兵 还要经历什么考验呢 明天同一时间 竟继续收看 南国精兵 历剑血缘 第三集 小小的台儿端 为何会成为中日两军死命天杀之够 号称为何会成为中日两军死命天杀之够 我们有些伤兵是把手机当自残的 不想祝福我 五级文献约记录片 台儿庄1938 诚意奉献 从南越海江 激动到北国边陲 海军陆战队官兵 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环境中 展开适应性训练 坚毅的品格 顽强的作风 在冰天雪地的北国 海军陆战队官兵 如何战胜严寒 寻求新的突破 军事计时下期播出 南国精兵历剑血缘 第三集 南国精兵历剑血缘